赵雁可以收回来 我们必须打破敌人的封锁 为我们前线战士 提供经济保障 执行命令 是 龙虎同志还嘱咐 在撤退的时候 一定要把何姑娘 带到安全的地方 可是现在何宅 已经换了新的主人了 现在不知道她在哪 所以 在撤退之前 我们一定要找到她 现在 我们分头找人 岳父大人 桌上这笔钱 是你典当的家产 你可以拿回去了 我女儿呢 你女儿非常的好 云音姑娘单纯善良 我还等着岳父大人 帮我挑个良辰吉日 让我同云音姑娘早日完婚呢 不不不 千万不要我 天下父母心哪 你心疼女儿 你就不心疼女婿吗 那 柯长官 我求求你 放过我女儿好吗 岳父大人 我听你的语气 好像我这女婿 让你觉得难堪 你就不想认我这个女婿吗 你不想认 那成 那咱们坏 坏 桌上这笔钱 你可以全数拿过去 不过 你得替我做一件事 用这笔钱 把那船货 给我全数办回来 卖了之后的本钱 你可以全部拿过去 买回你的盒宅 你所有的店铺 继续当你的干州首富 人远那儿 你也不用担心 怎么样 妈 想不想看你女儿啊 妈 想 想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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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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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 这是爸爸最后一次见你了 不会的 爸爸 爸爸 我不要跟你分开 我不要 儿子 别哭了 没时间了 记住爸爸的话 没一句话都要记住 照办 明白吗 可泽他是不会放过我的 他一直在用你 要挟我给他做事 儿子 一会儿咱们爷俩分开以后 不管是爸爸还是龙虎 你都不要管了 你也管不了 谁都没有办法了 只要你能够逃出去 爸爸就安心了 儿子 记住 你中属是怎么死的 上次我们要是一直逃 你不中途折法的话 我们一家人 早就逃出去了 这次你要是能够逃出去 以后清明 几日 还有人能够为你爸爸 和忠叔 是少点汁 爸爸 儿子 你emente 家缓 不是 你不是 onder 你不中途母带 你有什么 你即使 我才能够福 这个 走 搭下来 走 走 快点 快点 把劲了 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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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姑娘 跟我走 不 不行 叶欣姐 我不能走 我要陪大哥到最后 我不能丢下他一个人 何姑娘 你要替他收的事 你就走不了了 不行 我不能走 都是我害了他 都是我害了他 我要陪他到最后 何姑娘 你听我说 我在监狱的时候 看见他了 他跟我说 无论如何都要带你走 他说 你太单纯 太善良 太容易相信柯泽了 他说无论如何 都不能让你落在柯泽的手里 你相信我 只要你人不在赣州 柯泽就失去了他的筹码 这样的话 何掌柜就有救了 这 这真的是他亲口说的 是 这些话 真的是他的临终一言 好 好 我跟你走 让我再看他一眼 何姑娘来不及了 快走吧 走 师尊 枪绝龙火 以何罪名 通匪 有确凿证据吗 他认罪了吗 通匪嫌疑 又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 何泽 你知不知道 岳王庙前那三座 被千古人唾骂的铁像 就是因为一个莫须有的罪名 才断了一桩 亘古冤案 怎么 你准备效仿他们吗 师尊 学生来赣州之事 您授予学生联机专断之权 凡是要通匪甚夷 学生都可以 我授你的权 我余某人照样可以收回来 让他作废 可泽 你是不是觉得你羽翼丰满了 可以任意妄为了 学生 请师尊吩咐 此地的特派员是你柯泽 不是我余某人 枪决令上署名的也是你柯泽 不是其他人 我有什么资格吩咐啊 行刑再还 把犯人押界回牢 天后再审 是 你留下来 让我们撤退 对 我要帮他料理后事 这可不行 王瑞明同志临行前再三嘱咐我们 不管发生什么紧急情况 要我们一定掩护干州的同志撤下来 龙虎现在 现在走不了了 你再留下来 让我们撤回去 这算大回事啊 再说了 一个女同志留下来 太危险了 我必须留下来 还必须留下来 你忘了 我是龙虎的未婚妻 那就更不能让你留下来 杨四明同志 你想太多了 我留下来还有另一个用意 就是要尽量保护 我们在干州的这个落脚点 为今后的工作奠定基础 这次龙虎同志 从家里来到干州 带来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你这趟回去 第一 要告诉家里人 我们这边的情况 第二 要往何姑娘 带到安全的地方 第三 要做好 乌纱外孕的准备 如果这边 时机成熟了 就要按原来定的计划 完成任务 你明白了吗 好像有点明白了 何姑娘 你一定要听杨连长的指挥 帮她完成任务 可则留下 其他无关的人员全都退出去 是 是 你的心里是不是不服啊 师尊如父 学生心里没有什么不服 什么 那你就是口服心不服 只是涉于我的威势 你不敢说出来 是不是 毕竟学生 已经不是门下寿教弟子 在赣州也是一方要员 但今日行刑之事 告示已天满大街 赣州上下都知道了 这官刑的人累计上千万 但今日在刑场 让先生 延灭无存 你说得非常有道理 在众人的面前 我让你的面子无存 可是你想没想过 就为了你这个面子 我就得用龙火的一条性命来换 是不是 既然如此 那为什么要走到 让你丢了面子 和让龙火丢了性命这一步呢 既然走到了这一步 你让我余某人 在你的面子和龙火的性命当中 去掂量 你说我该保 你能挽回来的面子 还是应该保龙火丢了 就挽回不了的性命呢 龙火通匪 虽无他本人供说 但是 但是已经找到了别人的物证口供 和看起来确凿无疑的证据 是不是 是的 可问题是 从案发到下枪决令 才隔几天呢 你为什么这么着急的 要去枪毙龙火呢 为什么 你敢说你的心里一点私信都没有吗 嗯 如果你这些 捕风捉影的证据 能决定一个人的性命的话 那你贩卖烟土的事情 应该怎么处理啊 枪决了龙火 我 赶州的经济 又该怎么办 我保的不是龙火的性命 我保的是赶州经济的稳定 你懂吗 总是在这种地方 迎接贵人 真是惭愧 我 我是不是你的贵人 现在尚属未知 是 您是 要不是您 我已经成为一句死尸 让狼逃腐 让野狗雕奏 不管怎么样 您永远是我的贵人 你是真坦然呢 还是在我面前装模作样啊 装模作样 我也得坦然地装啊 嗯 嗯 说得有道理 有些人哪 装过了头 龙火 我给你一个为自己身边的机会 有什么话 你就尽管说出来 无话可说 你认罪了 我是个生意人 我做的 都是本分事 科长官 比谁都更希望有人做 否则他不管对外 对上面都没法交代 我只不过是在帮他 要按你说 柯泽判你死刑 是对人不对事 柯泽啊 是您的爱徒 有句话我说出来 有事后道 你有没有想过 你要是执意成全 你自己所谓的后道 你会丢掉性命 哎 有些事情 比命之间 问题是 你都死到临头了 我今天要是不到场 你的人头呢 你为什么不拿他贩卖烟土的事情 来换回你的性命 上一次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应该告诉我 柯长官贩卖烟土 介意养兵 出于无奈 再上 放眼现在的国家 留命里这样的无能之辈 比比皆是 像柯长官这样 这样的大财很少啊 他又不是为了自己 他是为了国家 我不能因为私怨 就害了国家的动量之财 到这个时候 你还替他说话 不是替他说话 我是为良心做事 龙虎 我每次见到你的时候 你都让我有一种 刮目相看的感觉 好 你可以出狱了 什么 我是说你可以出狱了 但是记住 不要离开干州 做你该做的事情 你不是说 我是你的贵人吗 我可不想图什么虚名 我要实至名归 多谢宇宙人 谢谢 谢谢 你让我父被受敌 你可以救龙虎 但为何要出卖我 这不是出卖 我这是在帮你悬崖勒马 你身为一方大员 又是师尊 寄予厚望的得意门生 理应公行正道 不管有什么理由 私犯烟土这种事情 那是万万做不得的 龙虎 即使在生死关头 也没有向师尊 透露这件事的半个字 而你 却处心积虑地 想要置他于死地 你面对龙虎 不会觉得惭愧吗 他是在师尊面前演戏 师尊自诩识人有数 只有这样的演技 可以引起他注意 受到他的器重 那么你博夺师尊的器重 也是在演戏吗 还是来了赶州之后 你就变了一个人 龙虎如果是在演戏的话 那么他演这出戏的结果 就是保了你的官 丢了他自己的脑袋 如果他连这种戏 也要演的话 那他简直就是不可思议 胆大妄飞 你啊 这次多亏你 让我跟龙虎 在队里中连住两局 多亏了你 让我失去了 我在师尊心中的分量 看来 我得加快我的步伐了 我得加坟准 你的怀懇 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龙虎 你回来了 没想到 真的没想到 我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 唯独没想到 你还能虎口脱险 告诉我 你这是纯属侥幸呢 还是早就料到有这个结局啊 每次我上战场 都做好回不来的准备 我确实有好多次 差点回不来 战场 战场上很奇怪 你越怕死 死得越快 你不怕死呢 死得倒往往是对手 所以要有不怕死的气感 当然了 还得有精心的战术部署 最后 再加上一点好运气 你知道礼仪 不会对你做事不管 再加上 与主任对你赏识有加 可是他对苛泽又有不满 所以 只要你不承认 苛泽给你定的罪 你就还会有活下来的机会 是吧 是啊 对 这是我的底牌 你就没有想过 有失手的可能 假如 苛泽早下手半天 或者 与主任晚到半天 再或者 礼仪根本就没有机会 到与主任那通风报信呢 所以我说 还得有好运气 龙火同志 你这叫冒险主义 再加上个人英雄主义 你这是 对同志的极不负责任 我以后都听你的 那你以后不许这样了 我争取 何掌柜和何姑娘怎么样了 苛泽 拿何姑娘做要挟 逼着何掌柜 再次帮他 泛云烟土 我已经 让何姑娘和杨四明一到 先离开赣州了 好 只要何姑娘 跳出了火坑 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 楚南岭呢 楚南岭 已经准备好了军火 这不你失手以后 柯泽就发现了 所以有一半的军火 被他扣住了 对了 柯泽还逼他写了一份口供 这位市长大人 恐怕从来没有 像现在这样 这么需要我帮忙 叶昕 我们被拖延的任务 很快就要完成了 李仪啊 在 你也跟我走吧 我跟您走 为什么 科长官这儿 我另外派一名寄要秘书 师尊您不必担心李仪 李仪愿意一直留在赣州 师尊 您是担心学生 会歇斯报复 难道学生在您的眼里 就是一个心胸狭隘之人吗 当然 李仪如果愿意跟师尊回去 那就按照师尊的意思 这样也可以避嫌 你不想离开 恐怕是另有所图吧 你为了龙火 可惜啊 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 罢了 你们这些年轻人 我要是世事都干涉 就是在讨人闲了 好了 客泽 李仪 你们两个好自为之吧 是 是 是 啊 啊 啊 哎 哎 东华 这次老子听你的 不仅陪惨了 这还让柯泽那个王八蛋 抓住老子一个大把柄 再跟你合作 我可得好好考虑考虑了 柯泽根本不算事 你都成这样了 柯泽还不算事 师座 咱们俩现在 是一条线上的蚂蚱 逆水行船 不进则退 走到半山腰 现在要退下来 绝没好果子吃 明白吗 这件事我心里有数 你放心吧 你真这么有把握 我这是苦肉计 一时半会儿也跟你说不清楚 师座 我这条命 签了枪决令 都能捡回来 一笔买卖 算什么呀 乌纱换军火 赶紧的 你就准备军火 其他的事 你不用管 我保证 最后 把你该赚的钱 都赚到 而且 而且 还能把柯泽手里 攥着的那些把柄 全拿回来 从此以后 你见他就不用再赔笑脸了 但是你不做的话 就是一个字 死 成还是不成 你别想了 想东西太多伤脑子 成还是不成 给个痛快点 成 嗯 停车 你 是 一直往前走 不要停留 回南昌 我们这是要 回干中 是 可长官 铁证如山 逼了龙火这个家伙 也不为过 放掉 就太便宜他了 谁说要与主任保命 我就不能动龙火了 请长官吩咐 上次交费 还有一批残匪 马上多派人 找到他们的匪穴 把他们给我一网打紧 是 可长官 另外 这里没外人 有什么事 快说 别吞吞吐吐的 您的未婚妻 何云一小姐 不见了 找到他 带下回来 你要我马上返回家里 组织乌纱 货源外孕 准备交接军火 这次交易 一定要以快打慢 趁可泽没有防备的时候 一举成功 但是已经没有能排除的人了 我现在这样子 只能留守 这趟就辛苦你了 你才刚刚出狱 身上还有伤 这可泽又对你虎视眈眈 咱们这次任务 耽误时间太多了 上次离开家里 家里就已经很困难了 现在什么情况 想都不敢想 咱们在这边 争取一分钟 那边就减少一大批人 无畏的牺牲 行了 你马上出发 好 我听你的 我马上走 来 慢点 谢谢 来 谢谢 老姑娘 这里就出苏区了 龙火同志已经牺牲了 叶欣同志 为什么还要冒着 这么大的危险留下来 龙火同志的被捕牺牲 完全说明 高灯现在已经完全暴露了 短然撤离 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他 首长 对于这一点 叶欣同志 好像很有把握 柯泽对叶欣个人 似乎另有所痛 你说的是男女之情 应该是 龙火和叶欣同志啊 在赶州公开订婚 就是为了提防 柯泽在这个问题上得寸矜持 黄包车 走吧 好 从今天起 你不用来这儿了 你要赶我走 不 我要重用你 七药秘书 本就是疏药之职 我想不出 你还能怎么重用我 难道 你想让我做你这把交椅 你就这么想做 我这把交椅啊 林秘书 请坐 这是一句戏言 你何必如此当真 咱们已经心生嫌隙 还要这样同时相处 朝夕相对 你不觉得别扭吗 那你打算怎么处置我 送我回南昌 送你回南昌 这怎么可能呢 你回到南昌 十尊 他会怎么想我 这只会加深 他对我的负面评价 我刚才说了 要重用你 我要送你一个肥犬 就是咱们公属里 管钱粮装备的位置 咱们都是 师尊的得意门上 做事本来 就应该有分寸 与其这个位置啊 专门去养肥那些硕数 我不如做个人情 把这个肥靴送给你 那我是不是 还要谢谢你 只要你不拆我的台 坏我的事 反倒我要谢谢你 这么硬的菜 孙长官请我 我孙某请龙先生 补养补养 好久没吃过 这么多好东西了 来 坐 我不敢啊 龙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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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说 对不起 对不起 喂 我 我 我现在是 科长官的眼中钉 别连累了你 哎呀 龙先生 你说哪儿去了 我孙某 是想教您这个朋友 我不敢 我不敢 高攀不上 哎 龙先生 请恕孙某 没把话说明白 我是说呀 我想攀您这个高知 高知 你看我现在这德行 我像高知吗 我都夸让人 绝望烂了我 我以后就胜倒霉了 我告诉你 你们这是 你们太欺负人了 你们 哎 哎 哎 龙先生 您别误会啊 我是想跟您合作 龙先生 您是不是在做军火生意啊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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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了 科长官刑讯逼供 没有得逞 你用这么点玩意儿 就想给我套出来 哎 不不不不 欺负我啊 啊 你别看我现在这样 就我现在这个样 照样打得你满地走牙 哎哎哎哎哎 信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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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欺负人了你们 龙先生 嗯 请容孙某再废话一句 可则扣了楚南岭一批军火 如果要是龙先生感兴趣 小的能给你投出来 你说真的 快 小马 江面上过来一艘船 咱结还是不结啊 结 船上的人听着 马上停船靠岸 要是敢逃跑 就让你的小命不保 快跑啊 杨思明同志 到 修正好了吗 随时听后命令 接受新的任务 好 下面我就下达 组织最新的任务 鉴于 龙伙同志已经牺牲 干招的工作 陷入瘫痪的局面 为了重建我们苏齐的经济生命线 组织研究决定 由我赶赴赶州 恢复苏区的经济传递 同志啊 根据赶州的形式 营救陷入困境的叶新同志 这次任务啊 由你随心护送 杨思明同志 有没有信息 保证完成任务 就是 您这么一大领导 亲自到赶州工作 这恐怕不合适吧 这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 我们苏区 现在困难重重 缺枪缺药 缺弹药 缺弹药 缺物资 敌人的封锁 就像绑在我们身上的一道锁链 我们必须打破敌人的封锁 为我们前线战士 提供经济保障 物质保障 您说 这样的任务重要不重要 重要 那我是不是应该去啊 是啊 坚决保证守着安全 那好 收拾一下 马上出发 长官 丁少的弟兄来报 叶欣昨天出城了 一夜未亏 叶欣出城 他去干什么了 龙火出狱后活动频繁 叶欣出城 肯定是理应外合 长官 如果这次不失手 龙火的通匪死罪 绝对无疑 同志小学 严格检查 出入城门的可疑分子 凡遇可疑分子 马上跟踪 务必查到匪沃 切断龙火离营外合的渠道 走 好 站住 站住 我是你们小妈的朋友 是她请我过来的 小心 后面有人跟踪我 跟我走 走 走 别让我走 别动 二位跟得很辛苦吧 不要开枪 不要开枪 快走 跪点 你 小子 马上把你们的来路 意图 一五一十地说清楚 敢隐瞒半个字 你这个脑袋别压了 我是甘州特办员 科长官的手下 奉科长官之命 来招水寨 科长官吩咐 一旦发现各位好汉的下落 就马上向他汇报 好 可长官 这昔日干州首富的宅邸 现如今成了任董的宅邸 那干州首富就是你了 这个不敢当 这都是虚名 虚名 盛名之下 其实不虚 任董 只要有乌杀就有生意做 任董就会稳坐聚宝盆 财员滚滚滚来 假以时日 干州首富的帽子 对你来讲 就有点小了吧 没有没有没有 这全盟科长官照过 否则像任某这种异乡行商 怎么可能在干州 站得住脚呢 知道就好 这边请 近期 会有人来找你 找我 是为了乌杀吗 那你知道 该怎么做了吧 知道知道 您放心 只要有人找我 不管是谁 不管他说什么 我保证第一个 让科长官知道 隐隐晴晴晴的天气 历经沧桑的叹息 纵然是抱紧风雨 告诉自己要冰住戏 真正佳佳的密剧 借出风声的勇气 因为诺言无法放弃我和你 一起守在这里 纵然自由远隔千山万里 为了诺言实现永不放弃 像是西水终会换来胜利 我们并肩同行一路要你 梦成前阵就在那不远处 为了明天到来接受勇气 都是生命热血还有真意 一路要你偷袭十四一气 纵然自由远隔千山万里 为了诺言实现永不放弃 像是西水终会换来胜利 我们并肩同行一路要你 梦成前阵就在那不远处 为了明天到来接受勇气 如今生必认识还有真意 一路要你偷袭十四一气 我从开始到现在和你做生意 我是想赚钱 我可不想稀里糊涂地丢了命 你这么说 是发现什么了 如果你已经知道何掌柜的事 那就只能委屈你一阵了 你想干什么 他这是为了摆脱我对他的控制 他把你调走了 他想什么做什么我都不知道 他现在对我已经是心怀不满 家庭修脚师 银发无忧电动修脚器 专为中老年人设计 除老简 去脚垫 修干裂 去死皮 磨后甲 多种功能 合为一体 12孔合金粗磨头 轻松磨死皮 修干裂 6孔切削磨头 老简 脚垫 轻松修 一键式操作 开关方便调节 不用泡脚 只需几分钟 轻松再加修脚 特制锥形磨头 专业磨后甲 内部电机 稳定又好用 全新升级灯光照明 修脚看得更清楚 机身采用曲面设计 握持更省力 专业防尘罩设计 干净又卫生 银发无忧电动修脚器 198元 轻松再加修脚 再加68元 可加增磨头一套 自己在家 随时随地就能修脚 还不用泡脚 真是方便 真没想到 这银发无忧的电动修脚器 这么好用 轻轻一抹 脚跟的死皮 就修薄了 非常好用 这银发无忧电动修脚器 用起来就跟电动 体力道一样方便 几分钟就能修好 我在网上给爸妈买了银发无忧电动修脚器 品质好 功能多 以后啊 他们自己在家就能修脚了 在家修脚 就是银发无忧电动修脚器 银发无忧电动修脚器 专利技术 专为中老年人设计 不用泡脚 自己在家修 这开关呢 网上一推就开了 够简单 够好用 多功能磨头 除老简 去死皮 修干裂 轻松修脚 够专业 磨头洗洗 反复用 够贴心 电动修脚器 我推荐银发无忧 银发无忧电动修脚器 198元 轻松再加修脚 再加68元 可加增磨头一套 放心老年用品 认准银发无忧 妈 你有灰指甲 灰指甲 由真菌感染引起 灰指甲 变色 变厚 变脆 变小 量甲牌 复方巨为铜点茶剂 穿透甲板 深层杀菌 祝您 指甲亮起来 乐泰药业 医生品质 值得信赖 红丰伴才 尊严口罩 为美好而造 养心好药 一安宁晚 始创于香港 传承三个世纪 养心好药 一安宁晚 精选 精选道地名贵药材 养心好药 一安宁晚 药 失眠 失眠 乏力等症状 金牌降压表 国家二类医疗器械 治疗一期高血压 辅助治疗二期高血压 戴手表 辅助降血压 400 067 0888 金牌降压表 给您二十四小时贴身呵护 能赴助降血压 能赴助降血压的手表 来 龙虎兄弟 请 来来来 对不起 没事 没事吧 没事没事 慢点啊 龙虎兄弟 你这次安然出狱 我还没来得及 设宴给你押精呢 现在 我已经按照你的吩咐 又筹集到了一批军火 如今呢 就差你这东风一吹了 今天我略备薄酒 提前预祝咱们成功 预祝成功 八字还没一瓶呢 早了点 不走不走 龙虎兄弟 我这两天筹集军火 那是车来车往 苛泽那边 按兵不动 既没有人盘查 也没有人盯梢跟踪 咱们现在是顺风顺水好行船 今天请你过来 就是问问你 你那乌纱什么时候来啊 那乌纱来了 咱们两边的船一换 畅行无阻 咱哥俩就踏踏实实地坐着喝酒 等着数钱了 哎呦 您想得有点简单哪 我的大师长 苛泽按兵不动 这是好兆头 哎 你看你 我手底下的人都说呀 他这一次 是彻底地让你给错了锐气 以后 再也不敢在赣州城里斗威风了 哎 您不能光听好话 您真这么想啊 罗华 你这一次绝境逢生 那绝对是给柯泽响当当的一记耳光啊 他以后再敢干点什么 他不得掂量掂量啊 你以为柯泽聋了 瞎了 咱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从开始到现在和你做生意 我是想赚钱 我可不想稀里糊涂地丢了命 你这么说 是发现什么了 我发现什么了 你先别问 我就问你一句 柯泽是个什么人呢 哦 他是一个轻易认输的人吗 如果他现在发现一个 可以治咱们俩死地的机会 你说 他会不会放过 不会的 他恨不得把我扳倒 把你杀掉 如此说来 柯泽现在不对劲啊 你才发现呢 那咋办呢 咱们现在要想翻身 就要靠这笔生意 这笔生意要想成 就得靠这批货能顺利通过 要想这批货顺利通过 只能柯泽给面子 龙虎 你弄错了吧 靠柯泽给面子 那基本上没指望了 哎呀 师座 如果他要是不得不给呢 柯泽是魔 你是道 魔高一尺 道高一丈 龙虎兄弟 我就知道你不会没有办法的 你快说 师座 现在 联合商号总掌柜 何必打 有一传货 这是柯泽让他办的 现在人和船都不见了 快让您的属下 盯着点 又是上一次那批货 好嘞 要是这传货捏在老子手里 不管他给不给面子 那可就由不得他了 师座 一定要保证何掌柜没事 确保他安全 保证安全 二同家的 小妈正指挥着兄弟们收拾东西 准备撤了 咋办 撤 真是胡扯 说得好听 其实就是想跑 你说什么 你把何必打 连他的那传烟土全给截了 叶经理 你和我们大大当家是一起的 你说 这事该怎么办 这可是整整一传烟土啊 这流出去 会送掉多少人的性命啊 大当家 也是因为这个烟土 所以遭了难 你说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何必打 现在在哪里 后面的草屋里关着呢 我去看看他 请 叶政理 请 何掌柜人呢 叶政理 我们二当家有令 你要不知道何掌柜在这里 那就要我赶紧送你走 去你要去的地方 如果你已经知道何掌柜的事 那就只能委屈你一阵了 你想干什么 把叶经理给我看好了 不能出这雾的一步 是 等一下 叫你们二当家来 告诉你们 叶经理可是咱们的朋友 要不是事情紧急 那叶经理就是咱们的恩人 贵客 除了他要跑 你们必须给我拦着 其他的 他要什么给什么 水鬼 小猫 你想干什么 想造反吗 咱们是干什么的 咱们是土匪 给我把小猫绑了 谁敢 给我把小猫绑了 这 天打雷批 我水鬼一个人顶着 好好 水鬼 你不能啊 你忘了大当家怎么死的 他就是因为一时贪心 贩卖了烟土 才送的性命啊 您说得对 当初是因为咱们卖了烟土 可那是因为卖的太少了 如果当时不只是卖那几块 而是一整船的话 苛泽他上哪儿去找咱们呢 水鬼 兄弟们早分了大洋出去当良民去了 小猫 兄弟们 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水鬼 水鬼 你回来呀 水鬼 水鬼 首长 一直往前走就行了 首长 看这些记号 白树教过我 要是转移的话 也会留下记号 白树 是那个他们叫小妈的那个 是 据说 这些人都叫你 小老子 首长 那些个土匪啊 都是无组织无纪律 信口开河 胡说八道的 在苏区的时候啊 白树姑娘找过我 她问我 什么 红军战士可不可以结婚 可不可以 跟不是红军的女人结婚 首长 您可是首长啊 您可不能听这些土匪 胡说八道啊 我还没往下说呢 你怎么知道 他们就是胡说八道啊 首长 我 我告诉你啊 我当时是这么打赴 白树姑娘的 我说啊 我们红军战士也是人 也可以成家立业 也要生儿育女 只要条件符合 组织上并不限制 只要她结婚的对象 不是敌对阵营的人 她只要愿意 嫁给我们的红军战士 我们不但不反对 而且还热情欢迎 还要给她披戴大红花 那首长 嗯 那 那她咋说的 她说啊 她要嫁给你 嫁给我 首长 您听我说 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 别动 别动 首长 您放心 没事 就你们这帮小兔崽子呀 她几天没见啊 连我都不认识了 我是你们的小老子 你们的小老子 小老子 不知道 小老子 这 怎么办 我告诉你们啊 等见着了小妈 我让她好好收拾你们 你 你们怎么来了 你是被他们绑的 我说你们这帮兔崽子啊 小老子你们敢绑 这小妈你们也敢绑啊 小老子 这是二当家吩咐的 她正要造反了是不是 小老子请息怒 这确实是二当家亲口吩咐的 正好啊 那天小妈带着众兄弟 结了赣州联合商号 和掌柜的一船烟土 二当家打算卖了烟土 给众兄弟们分一些大洋 好各自做个良免 这不担心小妈会反对 只好把她给绑了 动了脑子 好好想想 告诉水鬼 上次因为偷卖了几块烟土 让大当家的送了命 现在她还敢干这个 快快快 送马送马 小子不敢 二当家临走的时候吩咐 在她回来以前 凡有来人 不管是朋友还是对头 一盖全绑了 走 小肃崽子们 坐下 你们二当家都可说了啊 待问我可要你们的命 看一下 叶经理 我 我 来 走 去那边看看 别动 我问一句你答一句 要跟我说实话 听明白了吗 你们二郎家的在哪 走了 跟合掌官押着你船烟土走了 买烟土去了 那小妈呢 在那边绑着 背几个兄弟看着 跟小老子关他一些 小老子 小老子是谁 小妈的男人 大伙都叫他小老子 还有一个年纪大的 跟他一块来的 一起被绑在那边了 都别动 把刀都放下 放下 去 给他们送吧 既然他这么安排 那我们就该为我们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了 王副局长 我现在已经没有回苏区的必要了 现在赣州形势险峻 龙火同志 一个人在那里孤军作战 所以 我想请首长批准 让我立即赶回赣州 那就这样安排吧 你们立即赶回赣州 配合龙火同志的行动 我马上返回家里 组织无杀火源 尽快安排外孕 以便和龙火搞到的军火 及时接应 是 叶欣同志 后面还有一个更加坚决的任务 要交给你们 什么任务 现在 苏区政府 正在发行一笔公债 组织上考虑 把筹集到的大部分款项 都交给你们 拿到钱以后 一定要谨慎 一定要周密计划 要精打细算 同时要绞尽脑汁 争取啊 赚更多的钱 请首长和组织放心 我们在赣州的每一位同志 只要还有一口气在 都会圆满地完成任务 杨思敏 你咋来了 你 你要小心啊 我是要小心啊 我是要小心啊 防着你就行 你等等 你等等 我怎么了 你说说你啊 咱俩的事情 你怎么全让首长知道了 你还想不想让我干革命工作了 可是你们首长不是说了吗 红军也是人 也要结婚 也要生孩子的 那你也不能到处说呀 再说 咱俩结婚的事 还没对外公开呢 这 风声传出去 我呀 就不用等敌人子弹打死了 我先自己丢死人了 那 那你什么时候跟我结婚啊 你总等工作完成了呀 再说了 还得向领导汇报申请啊 我的天哪 你怎么又哭了 行行行 等夜心走远了 我向你赔不是 向你道歉 要不 我跟你跟下磕一个 一个不行 三个也行 你这 呢 爹 我 愩 你有 有 我 你 奶 你 喂 龙先生 干什么呀 又来查违禁品 是吗 没事 钥匙在这 库务房 货架 你自己去 龙先生 切意不说话 有急事 什么事 那件事龙先生考虑得怎么样了 你说真的呀 我还以为你开玩笑呢 我都忘了 看来龙先生是看不起我孙某人 是吧 那倒不敢 走吧 不是 龙先生 我其实上次啊 没跟你说实话 你哪次跟我说实话 你说 你实话是什么呀 是这样的 我背着苛责 把何必达妇女放出去了 勒索了他们一笔钱 没想到 柯泽这么快就发现了 虽然他表面上饶恕了我 可我知道 他迟早有一天 肯定会找我算账的 我明白了 你是想 趁着柯长官不注意 开溜吧 溜之前 能偷点什么就偷点什么 能卖点什么就卖点什么 不满龙先生 您说得对 孙二 我跟柯大哥 过命的交情 你不怕我告诉他 你 你看你 钱对我来说 比命中影 有什么买卖 快说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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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你有意找上门来了 嫁去呢 好处 价随龙先生看 只要你不打算白也拿 不过 以龙先生你的为人 白拿这句话 你还是说不出口 堵我的嘴 不敢不敢 海高将 不敢不敢 龙先生什么人哪 小的能在你面前 玩这小把戏吗 那要这么着 行 你等我信 到时候把货 放到指定的地点 咱们钱货两清 好 一定 那小的就静候您的家医 嗯 告辞 嗯 嘿 快点 带进去 是 走 走 走 师座 查获这艘船的时候 江面上四面无人 现在卑职又连货带人 藏在一个僻静无人的地方 派了两个派的弟兄看官 不出意外的话 柯泽应该在家里边 等着货送上门的吧 这想要借东风 东风就吹过来了 你说老子 是不是红运当头了 啊 嗯 柯泽的老丈人 亲自给他贩卖烟图 而且现在 人证物证 全捏在老子手里 这可真是老天爷 保佑我发财啊 嘿嘿嘿 这个筹码 我可得好好地想一想 能卖个什么价钱 筹码 卑职不懂 咱们跟龙火的这票生意 不就准着苛泽这船货吗 咱们拿这船货 逼苛泽给咱们货船让道 这不已经是筹码了吗 你懂个屁 现在这种时候啊 打交道的又是柯泽 你不要总想着适可而止 他手里有筹码的时候 他适可而止了吗 他没有 他是得寸进尺 他不但想要钱 他还想要老子的命 啊 那 那师祖的意思是 秦三谋 你记住 做咱们这种生意的 只要有机会 挣少了那就是赔 北车 老子要 亲自去拜会柯泽 是 柯长官 用 柯长官 你何必一副冷脸呢 你我正要精诚合作 等你用得着楚某 或者求得着我的时候 再改变笑脸 可就为难了吧 精诚合作 楚市长 这里没外人 你的话 鬼听了都不信 说吧 来干什么 我不想干什么 就是来看看柯长官 顺便呢 来拜会一下老朋友 老朋友 这屋子的人 谁是你朋友啊 柯长官啊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那楚某 就死了这条 跟柯长官 重修旧好的心了 你我上午就好 谈何重修啊 楚市长 要不要我提醒你 你别忘了 我手里可有你的 别想在我面前 欲待讥讽 想占我上风 楚某啊 还正是为这事来的 相信柯长官 您大人有大量 把那几张纸 还有你批枪 还给我 楚市长说什么呢 痴心妄想 柯长官 你恐怕忘了 还有一句话 叫做 有恃无恐吧 你以为 楚某的这张脸面 就是一张 不值钱的破鞋底 可以随便地伸过来 任由你践踏 呦 原来是有备而来啊 说句痛快话 给还是不给 我就说句痛快话 我还真糊涂了 是哪两样东西啊 好 等楚某把那船货 还有押货的 某位大人先生的 岳障大人 一并送到南昌的时候 到时候 柯长官 你可不要怪楚某做事 不留情面呢 借钱 准确地说 不是借 是预支 过几天 从乌纱的货款里扣 你可以算算利息 可以按最高的那种 又有乌纱了 这批乌纱 数量非常大 我要先恭喜你 发大财了 不过 要是你一个人吃不下 我可以再找几个人 我当然吃得下 吃得下 我待在甘州 我喂的是什么 我喂的就是乌纱 我怕他是没货 不怕你货多 那就成交 必须成交 账房 多谢龙掌柜赵 别客气 按照龙掌柜的要求 给他值钱 随便值啊 您请 好 这边请 发财了 这可真痛快 憋得老子这么长时间 喘不过的气 今天总算是出了 可责认输了 他呀 他本就是一个 不见棺材不吊类的东西 你看看 这是那天 他逼老子写的供词 另外 他扣咱那批军火 现在 他正让他的手下人 清理呢 马上移交 作为补偿 老子又跟他多要了一点 割了他点肉 让他也知道 什么叫疼 这叫六月债 还得快啊 师座 我这就去准备 去 是 舒坦 科长官 以卑职看 这批东西 根本就不能给楚南领 不给 他的刀就架在我的脖子上 可科长官的刀 也架在了他的脖子上啊 这批军火 就是你手中的刀啊 您想 如果您要把这批东西还给他 那么只有他手里有刀 而长官您 就变成了赤手空拳 任人宰割了不是 就怕他铤而走险 打算跟我通贵于尽 只要刀还在您手上 这个时候 就算他的刀 更锋利一点 只要同时动手 那就是通贵于尽 楚南领贪财怕死 我就不信 他不怕 用我科子的命 去赔他楚南领的命 他不配 那长官的意思 长达胜仗的将军 不是靠脱光了膀子 亲自上臣拼命 人一时之气 又怕什么呢 让他觉得我科子怕了他 又如何 到了该算总账的时候 我科子今天失去的 我会连本带立 一条一条地拿回来 下一个 包容装的什么 没事吧 走吧 行了 走吧 你 过来 给您说 科子让你坐冷板凳 他的用意何在啊 学生在科子身旁 他定是如芒在背 仿佛有双眼睛 无时无刻地在盯着他 甚是难受 所以他借机将学生调走 以免到时候撕破脸皮 不好收场 也算是 他顾念同门之意 好好好散吧 没想到啊 你是这等见识 师尊 他这是为了摆脱我对他的控制 你是我安排在他身边的耳目 他把你调走了 他想什么做什么我都不知道 他现在对我已经是心怀不满 甚至是心怀憎恨 你不知道吗 师尊如父 我想科则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他怎么会对师尊心怀憎恨呢 师尊 您未免也太多虑了吧 是啊 我这也是一步错不步错 当初 我只想到科则这个人 精明强干 无所事与 但我却没有看到这个人 急功近利 一意孤行 他的野心太大了 师尊 您对科则失望了 失望 你说得太轻松了 我对他这个人 现在已经是绝望了 他现在的行踪诡秘 他跟我对答 已经没有往日那种 师生之间的那种 抠肝力胆 推心致腹了 全部是一种敷衍 应付 他想什么我都不知道 我跟他在一起 我就感觉我面对的 不是我的学生 我面对的是一个陌生人 我有种预感啊 我感觉他要给我 制造一个乱局 到时候连我这个 负有推荐责任的 所谓的恩师 都得跟着他一起去殉葬 是 还有你啊 你要小心点 柯泽这个人 他做什么事情 从来都是出人意料 王王你意料到是 恐怕已经木已成舟了 你 你们 回来的太及时了 太及时了 你想说 是你吧 你打我打掩护 还你们你们的 我告诉你啊 你和叶欣同志的订婚情况 我已经跟首长汇报过了 首长说 哎呀 可惜呀 龙火同志已经牺牲了 否则 这倒是一对天作之和革命伴侣 首长很遗憾 不能给你们操盘婚礼咯 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跟你说的可都是实话啊 这 这也是首长的原话 还别不好意思 脸红了 说正事 从来没见你脸红过 说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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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火 何云音已经安置在宿区了 我和小杨 是在小妈那儿碰到的 组织上因为你牺牲了 所以就派小杨和王瑞明同志 来甘州为你料理后事 重新开展工作 现在 王瑞明同志已经返回宿区 去筹备乌纱 按原定计划 这几天 就可以把乌纱运出来了 哎 你的武器 准备得怎么样了 我这里还算顺利 就是楚南岭 手里现在有一批军火 正等着和我们交换 孙二说 他能从柯泽那儿 偷出一批军火 这两波军火加起来 数量实在不少啊 咱们用超额完成任务 弥补之前的损失 关键是怎么运输 强闯 强闯 强闯完全没有把握 这水路这么长 货船又行驶得这么缓慢 而且我们又没有武装后援 即便是闯过一两个关卡 咱们也没有办法到达终点 我能强闯吗 之前啊 柯泽逼着和掌柜 运了一船烟土 还记得吧 我就利用这船烟土 要挟柯泽 逼他掌路 我已经和楚南岭说好了 让他在水面上巡逻 一旦发现这艘船 立刻截住 这艘船 已经被白树和他的手下 给截住了 什么 但是 水鬼剑材起义 绑了白树和所有反对他的人 包括我 他带着何必达 又架着这艘船 来到赣州了 他又干什么 按他的意思 他是想卖掉这船烟土 把它换成大洋 给手下所有的兄弟们 然后 大家散伙 拿着钱去做良民 胡闹吗 这不是 他什么时候起航呢 按照水路 现在已经到赣州了 糟了 这要出问题啊 钱都给他了 都如期送到了 不过他说 这笔不是借款 是预付款 他说近期 会有一批乌纱到达 而且数量非常庞大 数量庞大的乌纱 是 任远 跟龙火的生意 继续做 但接下来 每个细节 要在最短时间内 让我知道 你放心 去吧 好嘞 孙队长 到 科长官 交代你的事 可以动手了 是 龙火 祸我结了 现在东西就在我这 师座 你怎么不提前告诉我呀 而且 而且这事 怎么能让科泽知道呢 龙火兄弟 亏你还是个生意人 一件东西 能卖两次 干嘛只卖一次啊 能卖两块大洋 你干嘛只卖一块呢 我的师座 这船烟土是什么 这是咱们的筹码 这筹码都 都留在最后啊 你现在亮出来 最后肯定失灵了 失灵 怎么可能呢 龙火 就算让科泽知道 这船烟土现在在我这 他能奈我何 我就不信 他能想出什么 好的办法来吗 师座 咱们的对手是苛泽 你就算是冷不防地 给他一下子 都未必能赢他 更何况现在 你把底都露给他了 你要这么做 我连翻本的机会都没有了 算了 我不做了 龙火龙火 你别走 你别走啊你 赖我行不行 都赖我 都赖我一时贪心 但是龙火我跟你说 这生意绝对可不能不做 实话说吧 为了筹集这批军火 我跟上次已经得罪的 那几个结义兄弟 那是好话说尽了 拍着胸脯诅咒啊 把我的祖宗八辈 都给连累光了 我好不容易才说服他们 让他们又重新信了我一回 再有食言 那不用苛责动手 我干脆自己 一刀就把自己抹脖子算了 我现在都想自己抹脖子 我惹不起你们这些带枪的 你 那行 那要再做的话 师座您能不能有什么事 跟我商量商量 龙火兄弟 以后我全听你的 好不好 不不那不敢当 你有事跟我说一声 我都听你的不就完了吗 我惹不起您 柯长官有何吩咐啊 李懿 坐 李懿呀 你在我身边的时候 我总感觉 我总感觉像师尊的一双眼睛 在盯着我看 如往在北 但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 我又感觉 我好像失去了什么 你说的感觉是不是奇怪啊 有人说 您知道我是师尊的暗哨 你做什么事情 师尊出来横家干涉 都是因为我 堂堂特派袁大人 当得了家做不了主 受尽了委屈 也是因为我 你现在叫我回来 监视你 你不觉得很难受吗 不会 你就像一面镜子 无几日不见 绝今世而作非啊 这让我想起 当年在师尊的膝前 聆听教诲 他老是教导我 要每日三行 知过则改 日有所尽 这些日子呀 我想通了 如果我听了师尊的话 我现在 也不会四面楚歌 让白须是非 有机可乘了 你说的是真的 那你要我礼仪 做什么呢 你帮我 把查获 楚南领的那批军火 清点清楚 然后按照 约定的时间地点 帮我送过去 另外 楚南领那一纸口供 我已经还给他了 这么说 你不再为难楚南领了 话低为有 在没有跨出这一步之前 总觉得千难万难 但这一步跨出去之后 整个人 就豁然开朗 让我想起 当年师尊教导我的话 老程所言 我要是听进去 就可以少走这么多的弯路 当时我心里 还有所抵触 听不进去 如果这个时候 师尊就在我身旁 那可要多好啊 其实师尊就在 师尊在 在什么地方 信有之处 师尊就在 你能想明白 不仅我会很高兴 我想师尊 也一定很高兴 可长官吩咐的事情 礼仪马上去办 这是三分之一 剩下的东西到了 全部复刑 多谢龙先生 东西送到什么地方 今天晚上我等你 好 东西 保证一样不少 准时送到 告辞 走 我讲一下 我们的行动计划 今天晚上 这个 楚南岭的武器 孙二的武器 会一起装上 越军的船 由我 负责押运 叶欣 你在家里留守 你的主要任务是 办理各方来的 货款结算 好 同时 应对各种突发事件 小杨 我希望你 我希望你现在 立刻返回乌沙 暂停地点接应 然后把船队 开到预定换货区域 由越军派人 把乌沙船队 开往干政 两位 怎么样 再仔细想想 整个计划 还有什么漏洞没有 看得见的漏洞 就是楚南岭 之前啊 何掌柜那船货 让他暴露得太早 失去了亮出底牌的 威慑力 现在造成的后果 其一 降低了对柯泽的威慑力 其二 给柯泽实施应对措施 留出了空隙 现在柯泽让不让到 有很大变数 那有把握吗 我们打仗 有七成把握 就可以争取胜利 是吧 是 现在这个事 不好说 问题的关键 就在于柯泽 他能不能想出什么 出人意料的花招 柯泽这个人 很严密 很谨慎 铤而走险的事 他不会做 同归于尽 也应该不会 因为不到最后关头 我觉得 他屈服的可能性 比较大 可是 你说的这些 都只是可能 风险太大了 打仗 打的不就是风险吗 就是在刀刃上走路 说到底 任何时候 把握都只有五成 但是咱们还得做 咱们不能等啊 等不起 行了 就三个人 举手表决 好了 那就要全体通过 按我的方案执行 杨子明 到 立刻出发 是 我们的 一年轻轻轻的天气 历经沧桑的叹息 纵然是抱紧风雨 告诉自己要冰住戏 真真假假的密剧 决出风声的勇气 因为诺言无法放弃 我和你一起守在这里 纵然自由远隔千山万里 为了诺言实现永不放弃 现实行事终会换来胜利 我们并肩同行一路要你 梦想前进就在那不远处 为了明天到来接受勇气 都是神灵热血还有真意 一路要你同行十四一七 纵然自由远隔千山万里 为了诺言实现永不放弃 现实行事终会换来胜利 我们并肩同行一路要你 我们并肩同行一路要你 梦想前进就在那不远处 为了明天到来接受勇气 如此神灵热血还有真意 一路要你同行 生死一起 你为什么要给孙儿指定 这么一个交货地点啊 这一代事也开阔 不怕他耍什么鬼把戏 我一直当你是忠于信仰的 党国精英 青年裁军 没想到你根本就是一个 卑鄙小人 没有人比我更坚定 对党国的信仰 我们是特派员公署 立即听传 接受检查 否则马上开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重点 矫正腰椎生理趋度 僵直的腰椎每矫正一点 随和压迫神经根就会减轻一点 腰秃引起的腰疼 腿麻 减小神经压迫是关键 有腰秃照趋度 拨打 4008181155趋度排 腰椎治疗仪 二类医疗器械出口产品 一年只患不休 十年免费报修 有腰秃照趋度拨打 4008181155趋度排 腰椎治疗仪 合适羊奶粉 每一滴都是新鲜的承诺 新鲜奶源好营养 合适羊奶粉 进口葡萄酒 我选深圳伯格国际酒业有限公司 腰椎肩盘突出引起的腰疼 臀不疼 大小腿两侧带着疼 着急也不是办法 减小神经压迫是关键 趋度排腰椎治疗仪 再加辅助治腰突 电话 4008181155 首先 热酒对盾突出的椎间盘 椎间盘热一点 疼痛患一点 重点 矫正腰椎生理趋度 拨打4008181155 趋度排腰椎治疗仪 二类医疗器械出口产品 一年只换不休 十年免费报修 拨打4008181155 趋度排腰椎治疗仪 有腰突 招趋度 品质助就品牌 品相成就品味 尽机乐纱窗 地道药材清热戒毒 选择急要 半蓝根颗粒 康兹百德传电 只为幸福制造 康兹百德 用青春拥抱梦想 用汗水 涂泄芳华 中央网坡电视总裁 联合教育部 人设部 国资委 团中央共同发起 央视频携手 国投能力 共同推出 国聘行动第二季 春华秋实 国聘行动 订去优质岗位资源 搭建通往理想的桥梁 下载央视频客户端 放飞人生梦想 点亮人生之光 你为什么要给孙儿 指定这么一个交货地点 这一代事业开阔 不怕他耍什么鬼把戏 我一直当你是忠于信仰的党国精英 青年裁军 没想到你根本就是一个卑鄙小人 没有人比我更肩定对党国的信仰 我们是特派员公署 立即听传 接受检查 否则马上开火 迷途知凡 知错能改 世尊 我觉得您把客则想错了 您常说 听其言而观其行 这次客则不仅这么说了 而且也确实对岳军 做出了让步 他嘱咐我把那批军火 清点完毕之后 原封不动地还给岳军 而且他还说 在完成任务之后 仍旧让我做他的机要秘书 是吗 世尊 您不会连亲隐所见的事情 都不相信了吧 一片枫叶变成了红色 这是因为秋天到了 看到它 我知道季节变了 一个手绢放到帽子里 然后掏出来的是兔子 这我也知道 那是戏法 师尊 您说的 这是什么意思啊 也许是我老了 容易多虑 但是李仪啊 我还是要告诉你 你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一定要留个心眼 这条大鱼总算咬够了 没错 被指马上去挑选精干人手 然后 然后这件事 你就办到这儿 另外 我有重要任务要交给你 孙地长 在 明白 明白吗 明白 报告 我马上就布置人手 立刻行动 报告这官 终于找到了 记住 好 慢点 来 走 来 你呐 你没有当面对敌的任务 你要武器干什么 孙二 会不会叛变苛泽 你没有搞清楚 这批武器有没有把握 你也没有核实 让你一个人行动 只是 对同志的不负责任 给我 你这就不对了 你以为这事在干什么 我告诉你 今天和平时开玩笑不一样 我不知任务 传达的是军令 你怎么可以随意修改军令 别说话 对我你不用考虑 在队伍上 我就是有名的福将 我早跟你说过 子弹剑我会拐弯 我不许你这么说 干什么 你 怎么这么命啊 你放心 我不是原来的我了 现在我不跟你学了喝茶了吗 三思后行 好 我们一起去 我也不愿意 那么早就牺牲了 龙虎 我们都要活下去 快撤 是 弟兄们 这次行动 事关重大 成功了 中赏 失败了 中罚 该干什么 怎么干 都明白了吗 明白 出发 出发 快 快点 来 让一下啊 让一下 小伙 来来 来一个了 让一让 让一让 走走 好 好可怕啊 我能不能够 好可怕啊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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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兒 鋪一起來 暈倒 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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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要给孙儿 指定这么一个交货地点 这一带事也开过 不怕他耍什么鬼把戏 注意安全 走 好 好 paperwork 的 一个 这怎么回事 奇怪啊 不行 咱们得马上中断任务 发回吧 我已经给孙二一大笔钱了 龙虎 现在贸易县的安全 比钱更重要 我知道 但是这批武器 对苏雀来说是宝贝 我得贸一下县 这样 你在这里埋伏策影 我一个人过去 万一发生了什么危险 你一定要迅速撤退 别商量 这是命令 你注意安全 快 开车 快 弟兄们 按原定编组 分三路报抄 把前面那艘船给我截住 绝不能让他跑了 出发 是 快 小舟 大家辛苦了 这么小的任务 科长官也来亲自督查呀 非常好 有精神 强制保养了吗 保养了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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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邝总 你在干什么 李仪啊 你跟在师尊身旁这么久 师尊处类旁通 身谋远虑的本事 你怎么没学会啊 他们是你的首相 所以他们该死 因为要来接收这批武器的 不是楚南领 也不是阅君 那会是谁 我把你调进冠军杯 然后我叫孙二去找龙火 告诉龙火 虽然想把这批武器给卖了 卷款而逃 他上当了 现在龙火 正赶来这里的路上 准备接收这批武器 他有这批军火干什么 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啊 龙火就是一个赤匪 你口口声声说龙火是赤匪 可是你到现在都没有找到 一星半点的证据 但是现在 我就亲眼看见你杀了我们自己的人 柯泽 你今天要是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你休怪我手上的这把枪无情 你为了一个通匪分子龙火 屡次挑唆余桑怀 坏了我铁针计划的好事 到现在 我在余桑怀眼里 我就像一个看门狗 帮他看住干中的大门 我柯泽 十年圣君 阴忍待己 我等待他就是大臣身上的好机会 现在这个机会我紧紧抓在手里 任何人都别想把他夺走 柯泽 你是师尊最得意的门生 师尊待你视如己出 在师尊心里 他一直给你留着一条后路 柯泽 如果你有什么心里话 你尽可以去跟师尊说 我看他有什么后说的 继续当他的看门狗 扬眉启人 我一直当你是忠于信仰的党国精英 青年才俊 没想到你根本就是一个卑鄙小人 没有人比我更坚定对党国的信仰 为了完成铁针计划 绞杀是非 我深谋远虑 布置了一连串的计划 但你三番两次密报于桑怀 坏了我的好事 身为党国精英 你一不盖 让儿女私情蒙蔽你的双眼 你二不盖 质疑我对党国的决心 你三不盖 阻挠我要完成铁针计划的决心 李懿 你已经是我铁针计划 的半九十 今天 我们两个人只有一个人能活着离开这里 对不起 住手 站住 李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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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李懿 我来晚了 李懿 我现在告诉你 我是红军 但是我一直拿你当我最好的朋友 不管你是谁 我都不会对你感情 我知道 罗曼狄哥吗 李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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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怪我来晚了 龙虎 孙二没有出现 李仪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是 不应该 这件事只有我和孙二知道 李仪为什么会来 苛泽更不应该来 而且苛泽 明显就是直接为了杀李仪而来的 东西都在这吗 苛泽的圈套 我上孙二档了 上孙二的档了 跟我上车 好 快 快 起来 好 走 走 跟我来 什么人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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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几个 上船搜查 清点货物 是 你们两个 把这几个人给我带下去 沈长 是 带走 走 走 快 慢点 今天这里所有的粤军 一个都不能放过 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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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宣传官 查到了这些 就是这搜刹 赶快收好 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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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 跑了两个 什么 跑了两个 马上给我追呀 是 走 快 长官 去叫医生 是 报告 课长官 处事长求见 不见 课长官 处事长说了 你要是不见 他会让你 审判名列的 李懿 你去 让他进来 是 好了好了 别报了 出去出去 都出去 是 走了 车上这些货 你赶紧装船 你们试坐呢 不在啊 这种时候 他去哪了 师座说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找柯泽借道去了 找柯泽借道 蠢货 龙先生 你当着我们的面 辱骂我们长官 你听我说 把你们扣押的 何掌柜 还有水鬼 赶紧押回来 不行啊 你听我说 现在情况紧急 如果你想保命 按我说的去走 赶快吧 好 定位 赶紧 是 是 借道 不管是陆路还是水路 只要不是在匪区 不管是在楚市长的房区 还是在我柯泽 特炮员公署的寻房区 只要是心中没鬼 不管是光明大道 阴暗大道 你要走哪条道 都没人管得着你 柯长官 你可真是揣着明白 装糊涂啊 心里边没鬼 借什么套啊 你也有鬼 我也有鬼 这样 咱俩才都有 发财的余地呀 我光明磊落 无愧无咎 鬼这个字 更往柯泽 沾不上边吧 柯长官 你可真是不要脸哪 楚某佩服 佩服 楚市长 你笑吧 我可以陪你笑一整晚 话不投机 楚某告辞 站住 对了 我再多一句嘴啊 柯长官 其实我过来借道呢 只是为了给你一个面子 顺带着提个醒 这条道楚某是走定 你如果想从中作梗的话 先想想自己的屁股 是不是干净 告辞 站住 楚市长 你把我特派员公署 当成叶军后院了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你想干什么 我正想找你呢 你自己撞上了 来啊 有 想跟老子动硬的 是不是 别动 别动 把楚市长的枪给卸下来 是 楚市长 坐 柯泽 你 什么都不怕呀 我说了 我苛责心中没鬼 我什么都不怕 那一串东西可是实实在在就在那搁着呢 你真的一点都不怕 你都不怕了 我有什么好怕呀 楚市长 你 厨师长别急 我都不急了 你就陪着我 乖乖地坐在这 咱们耐心等待 只可惜啊 我这手受伤了 要不然 我真想骑一壶好茶 招待楚市长 龙虎 在这种情况下 你还要强行完成交易 这次交易 看来柯泽已经做了周密的对策 那就中断吧 不行 一旦中断 赣州这个地方 咱们再也回不来了 死去的人就白死了 那现在怎么办 现在前面无门 后面也无路 柯泽比咱们好不了多少 这叫狭路相逢 勇者胜 咱们要回到原定的方案上 你做好交接无杀的准备 不行 这最后一个环节 我们不去理会 应该没什么影响了 咱们只要把武器 运到家里面 这次的任务 就算是成功了 咱们的任务 不是给家里 运一两次物资 我们需要在赣州 长期立足 只要闯过这一关 就轮到 咱们在赣州 撑顺风船了 那要是那串烟土 落在了柯泽的手里 那我们就失去了 要挟柯泽的筹码了 我们还有筹码 何掌管 不好 秦参谱接人 或许会出现意外 我得去接应一下 你快走 我去接应 长官 当着楚市长的面 汇报吧 柯长官 楚市长苛扣的烟土 我们如数查获 看守船的人 我们全部关押 我的岳父大人呢 没在船上 但我审问了他的手下 何掌柜还在他的手上 是吧 楚市长 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吧 还不老老实实 把我岳父大人交出来 柯泽 算你狠 老子斗不过你 但是你想让我 这么平白无故地 把人交出来 我告诉你 门儿都没有 你想也别想你 这刑讯逼供 的确不是我柯泽的强项 咱今日碰巧 赶州的孙阎王就在这 孙队长 到 下手快点 别弄脏我的地方 长官 瞧好吧 你要干什么 孙二 你敢 楚市长 得罪了 你要 给我拿下 是 都别动 放下 放下放下放下 柯泽 你 柯泽 你可要想清楚啊 我可是堂堂的月军市长 我孙二用刑 从来不管什么 我说柯泽 我说 快说 快点 快点 快 快点 走 走 快点 快 站住 快点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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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他已经把人带走了 带走了 带哪去了 码头方向 追 是 快点 快 快 别走 快走 别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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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给我听着 我奉特派员科长官之命 前来追查 通匪要放 把任国留下 否则格杀勿论 你们几个到前面堵截 其他人跟我走 是 快 走 给我追 是 快 追走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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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我来接那个何必达 那个 秦三我已经把人带走了 对了啊 孙队长也带人去追了 快 快 走 走 在这儿 这边 走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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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枪给我卸了 是 是 拿过来 拿过来 给我拿过来 给我 老实点 别动 带走 是 走 走 走 快点 快 走 走 快 快 走 快 走 快 走 快点 老实点 别包他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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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何二欠了我的钱 他坑我 原有头 债有主 我跟他算账 跟你们没关系 如果你们谁动枪 伤了他的命 吃不了兜着走 让他们把枪放下 快 听见没有 快 把枪都放下 快 快点 放下 放下 快点 你 让你放 请脑部 住手 住 赶快走 拿枪 快拿去 走 走 走 快 走 走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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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跟我走一趟吧 嗯 你 什么 人被高灯的龙火 劫走了 走 快点 快走 走啊 快走 走 龙先生 误会 让我找命啊 龙先生 龙先生 别说废话 人跟火都上了船 把他交给我吧 我押他去换石座 换谁 换石座呀 他可是磕骚面前的第一红人啊 他是红人 这样 死一个 磕骚能换一群过来 你以为磕骚拿他当人啊 那怎么办 赶快上船 立刻行动 听我的 好吧 刘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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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命啊 误会啊 刘先生 知道我想问什么吗 不 知道 那好 是你自己说 还是我动手啊 罗先生 你不用动手 我自己说 我自己说 都是科则 科长官 安排的 小的只是奉命行事 科长官安排我 假装让我偷偷地去找你 引你上钩 然后 然后怎么样 然后我什么都不知道了 嗯 嗯 嗯 科则安排我这个任务之后 又让我沿河去找 宠南林苛寇的烟土船 然后又安排了我这个任务 真的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知道吗 知道吗 我去了交货地点 碰到了科总 他呢 派李仪去押车 然后追过去 把李仪给杀了 这么看起来 他明显是蓄谋已久 想拿李仪的命栽赃我 哎 真的 会有此事 如果换作是你 你会怎么做 啊 说呀 要么就是 被于主人控制 要么就是 干脆把于主人 杀了 没错 你很聪明 无论他怎么动 都搞不好 像刘明李一样 身败名利 夹着一把滚蛋 你小子的小命 也就不偿了 于主人来查 你是最好的替罪羔羊 求求你帮帮忙 想想主意 真的 我呢 不想杀你 谢谢 主意我也给你出不了 要不然你就离开赶州 要不然 该怎么做 你自己想 走吧 谢谢 谢谢龙先生 小的告辞 走 快点 救你贪 你知道你这样会连累多少人吗你 我 大大当家的 别说了 先把他押下去 是 大大当家 大大当家的 快点 大大当家的 何掌官请过来 是 大大当家的 哎呦 哎呦 快松绑 哎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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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受苦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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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龙先生 老朽 真是没脸见你啊 您这是被苛责逼的 而且事出有因 情有可原 好好啊 龙先生 我女儿 怎么样了 您放心 我已经把她安置在了安全的地方 何泽的手太长 也够不到 您哪 等着跟她团聚吧 好 谢谢 谢谢 谢天谢地 谢天谢地啊 老朽 就是现在死了 也再没什么牵挂了 龙先生 大恩难报 请收老朽一败 您怎么又来了 别跪了 来来来 坐坐 坐这儿 我应该呢 应该呢 话虽这么说 可是 有些话憋在心里 老朽始终难安 这还不了的人情 情真难受啊 咱们谁跟谁 什么欠不欠的 不过现在 我周农毕买卖 需要您帮忙了 龙先生请说 只要用得着老朽的地方 你尽管吩咐 这艘帅长 装的全是 柯泽贩运的违禁品 原来 还可以拿那串烟土 要挟柯泽让刀 现在 烟土乱在柯泽手里 这条道 老朽帮你借 柯泽 逼着老朽 做了那么多 见不得人的事 他要是敢不让刀 老朽就全给他刀了出来 太好了 我就是这意思 谢谢何掌柜 这糕点好吃吗 我能尝尝吗 来 来 好 来 来 来 好 来 给我来一点呗 这糕点 谢谢啊 谢谢 老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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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报告 进来 首长 来 坐 好 来 喝水 赶州方面 有消息了 首长 龙火冒险抢用了一匹武器 要是顺利的话 现在已经启程了 所以 他让我立即赶回来 让咱们的无杀船队 尽快启程 争取在江面上相遇 要是在江面上遇不到的话 就到我 白树的营地等候 好啊 家里边 等的就是这个好消息 四明同志 你先休息一下 我马上通知各部门 动员一切力量 让我们的船队 尽快启航 龙火和楚南岭的副官 横陷一气 打算私运军火 从水路出去 第一路 跟着我 我亲自带队 直击水路 第二队 伏击帮龙火 投影物资的匪穴 让我都明白了吧 明白 整理装备 出击 是 报告 长官 你不是被龙火劫走了吗 长官 被直视落在龙火的手里 可是 我真的没注意 逃回来了 没有完成任务 请长官处置 处置你有什么用 我要的是挽回后果 是 请长官下命令 待会儿 我心自带队 直击水路 另外一路 回去倒回匪军巢穴 你留在甘州城 守好特派员公署 再有一次闪失 我就要你的脑袋 是 龙火已经提前跟你约定好了 我只是按他的吩咐 来跟你通报 这批乌纱数量特别巨大 你要提前准备好货款 货一运到 马上办理交接 一刻都不能耽误 多谢龙先生 多谢叶经理 我马上就做准备 四名同志啊 乌纱船队整装齐备 由你率队准备出发 请首长放心 一定圆满完成证务 请壮高傲龙火同志和叶欣同志 苏区政府供债进展顺利 他们需要开始筹划他们的下一步生意了 这可是一大笔钱啊 他们需要做的是大生意 他们需要拿出大气魄 大的胆略 争取收获更大的成果 书长 我记住了 我记住了 快 快 找 这里 距离上次科长官发现的匪穴 已经不远了 科长官推断 这帮土匪哪怕是转移了自己的藏身地点 也不会太远 所以现在你们需要兵分两路 已经发现相互通告 全体合力紧脚 且紧 行动一定要谨慎 小心 懂明白吗 明白 第一盘往那边 第二盘往这边 走 快 可泽呢 让他过来见我 科长官连夜出击 坠察龙火和楚南岭 合伙私犯军火一事 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特派员公署只留下卑职一个人 那你让李仪过来 是 加速前进 快点 坏了 坏了 坏了坏了 你两府官之前是干什么的 带兵打仗当连长啊 你还带兵打仗 见敌人就慌啊 我们那时候就是在战壕里边冲天开枪 那你可以逃了 都是水怎么逃啊 是啊 逃不了该怎么办呢 拼 拼命啊 废 这么多人手 这一传军火 就一点主意没有 废 险密阅军的船听着 我们是特派员公署 立即听船 接受检查 否则马上开火 我们怎么办 叫你的手下 端枪准备 准备连动 是 是 听船 听到的 减速扣案 报告 绑着的那个匪手摸在绳子跑了 别管他了 减速扣案 报告 于主任 李仪不在 怎么回事 李仪已经调往 专管特派员公署辖下的前梁装备 昨天下午 他率着随从 押运一车军火 外出 到现在还没回来 给谁押运 押运了多少 押运到什么地方 卑职不清楚 这是 枪械库的调拨令 来往文件 还有账册 卑职都拿来了 请于主任您过目 卑职查阅 向您汇报 柯泽 知不知道这件事 卑职不清楚 有没有这种可能 是李仪 背着柯泽 去调集这批军火 然后准备携带物资潜逃啊 这 不可能吧 李仪不是爱财之人 而且 他也没有这么大胆吧 那 你就查一查 到底 这批军火是怎么回事 是 找到了 您看 上面还有标注 是送给 岳军的 那就 到岳军那儿去 查找一下吧 这 柯长官不在 我余某人 在你这个特派员公署 就指挥不灵吗 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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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被支去了 不过 不一定能找到 孙内长 到 李仪现在跟他几个随从 在城外的荒郊抛尸荒野 我就不信 你特派员公署 就一点不知道 还有 赶正成今天 四处强想 鸡犬不宁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被支 被支 怎么 你是不是想跟我说 你这位卑权威啊 知道的少 也不好说 告诉自己 要并住戏 真真假假的 谜句 绝出风声的勇气 因为诺言无法放弃 我和你 一起守在这里 纵然自由远隔 千山万里 为了诺言实现 永不放弃 像是戏事 终会换来胜利 我们并肩 同行一路要你 Yeah 梦成千针 就在那不远处 为了明天到来 接受勇气 都是生命 热血 还有真意 一路要你 偷袭 十四与其 纵然自由远隔 千山万里 为了诺言实现 永不放弃 像是戏事 终会换来胜利 我们并肩 同行一路要你 Yeah 梦成千针 就在那不远处 为了明天到来 坚守勇气 如此生命 若是还有真意 一路要你 同行 生死与其 大家都不要管我了 各自逃命去吧 干啥 人杀是一个是一个 再这么下去 大家的命 都得打在这儿 这次任务 完成得太漂亮了 龙火同志 功不可没 李仪这一死 俞桑怀能污动于衷 先在柯泽 往他耳朵里吹风 想让俞主任 亲自来伴我 我们为谁抗枪 我们为谁而战 为了解救 全天下的老鼠大众 起义按计划进行 武装保卫革命 只有这一道路 建议定